今天十四屆人第一次會議 作為上屆政府總理的李克強 他在這個政府工作報告 是有兩段的文字涉及到港澳問題的 我們先看看他是怎麼說的 李克強總理那個政府工作報告 就提到本屆政府的工作表現 那個報告的時候就講到 港澳台工作取得新進展 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有效實施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 制定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落實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澳原則 推動香港進入由亂到治 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防控疫情保持穩定 這個就是在本屆政府工作的回顧上提到的 另外他就在對內屆政府的工作建議的時候 就再一次提到那個問題 他就是這麼說的 我們要這個全面準確 堅定不移 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 堅持依法治港治澳 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 憲制秩序 落實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澳原則 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這個就是他在李克強政府公開的報告 所涉及到香港和澳門的兩段的論述 這個論述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 他這些也是純屬屬於一個官畫 套畫 實際上跟這個香港的市民 他的真實感受裡面 也都是有這個相當的落差的 你比如提到大力建設 這個粵港澳大灣區的施選 這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但是恰恰在過去的三年 內地堅持所謂動態清零不動搖的方針 香港對內封關 對外封關 過去的三年 你看看 就是過去的一年 已經是連續四個季度的經濟收縮下滑 全年 去年香港經濟下跌了3.5% 按照經濟學的原理來說 香港根本上是陷入了經濟衰退 然後你說香港怎麼樣 這個又字及興呢 興就是興旺的興 你看一下事實就勝於紅便 數據是最能夠說話的 你看一下有這樣的數據 一個就是香港上個月的出口 是下跌了36.7% 這個是1953年以來的 就是說整整70年 香港最慘痛的一個數字 上個月香港的進口也都下跌了30.2% 是連續七個月的下跌 你說又字及興 那為什麼何來興呢? 還有香港的房地產 一直以來都是經濟的支柱 但是在這個 今次旺角的雙地皮的拍賣 竟然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絕絕怪事 就是說魚絲的估值呢 是這個介乎228億到260億的 這樣的這個所謂的地王 最後是以47億多來到去成交 就是說如果對比260億的那個魚絲的估值呢 就是說下跌了八成多 這個來講就是估值兩成都不到 也就是在這個中間的 那麽做得好 我們是說應該不會有 那麽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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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做得好 其實這個問題 它不會有在於是 立法的成交 市民來說 肯定財富縮水 而在香港的股市裡面 房地產也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當地價這樣大風的下跌 政府裡面 喝毒酒來解渴 這樣也會做的 所以大家對未來的前景 當然是震過貓王的了 所以就是說 地產的市道下跌之餘 未來香港股市的下跌 也都是意料中市 這個是講到香港經濟上的 兩個令到別人印象深刻的 這個不祥的預兆 這樣的悲觀的數據 另外在管治方面 也都是令到香港市民信心大失的 因為最近軍動國際的 蔡天鳳那個瑞絲案 揭露出來說他前夫的兩父子 本身也是盜竊犯 強姦犯的 那個被通緝的對象 但是這些通緝犯 竟然在過去的七年當中 就是在內地開設兩家公司 注冊資本就說7000萬 為什麼這些通緝犯 可以這樣逍遙法外呢 加上他 蔡天鳳前夫的老爸 就以前在境界裡面 就被警察 這個情況是令到市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脅 有什麼理由我們在鬧事當中也好 或者某些喜慶場合也好 或者某些官禮的娛樂場合裡面 都既然是有這個通緝法混在其中 我們香港還何來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呢 好了 對於這些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 作為有90席的立法會的議員裡面 竟然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的立法會議員 出來執行監督政府的職責提出這個問題 來追責武安局長或者警務處長 要求他們回答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治安出現這麼大的漏洞 而沒有去堵塞呢 要將市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來處於什麼地步呢 是不是要令到這個香港處於一個 令到人們感覺到是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或者危邦不入這樣的局面呢 所以這個事情是發人心審的 誰知道呢 我們香港無論是報章也好 這個輿論也好 沒有人去追究這個問題 去向政府這個追責 也沒有立法會議員挺身而出 來窮追猛打 這樣的時候呢 當輿論和這個立法會 失去對政府那個監察 這個監督的功能的時候呢 就要去向下沉淪 相反人家所謂 亞洲雙城記的博業對手 去到新加坡 人家一向就注重那個法治 一切制定政策的出發點 就是為了要吸引外來投資 人家新加坡政府所做的事情 就是說要改善投資環境 所以就是說香港人才外流 資金外流呢 就去了這個新加坡 新加坡呢 這個一直就向上提升 而我們香港就向下沉淪 所以我覺得來說呢 我們香港的特區政府也好 中央這個涉港系統也好 乃至我們香港市民也好 不要沉浸在虛假的 什麼這個由亂到自由自革興 這些虛幻的宣傳 我們要正視到 香港現在今時今日 下一日存在一起 我們知道說 這個呢 香港的憑慮 重要的按照 那個中共的財政 就是這樣 它就是其他參與 就是 有些人會以為 抵守這個言論 如果是在英國政府 在李克強總理的工作報告 就完全沒有提到 香港那個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也都是令我們覺得感到意外的 事實上在這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當中 在中國如果是要堅持改革開放這個方針的話 香港這個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這個優勢只能夠加強 不可以削弱 因為眾所周知一百年前來講 大英帝國是當時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和當時倫敦是國際上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 是分不開的 一百年來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也都是跟紐約是當今世界上 這個規模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分不開 那麼我們香港呢 依靠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主義就是講那個自由和法治 那麼我們在回歸之前 已經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八十年代 成長為亞洲四條小龍之一 成長為遠東的國際金融中心 那因此今時今日我們香港還可不可以保持 加強 鞏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這個就是衡量我們的一國兩制 成敗得失的最重要的一個指標 但是裡面很遺憾的就是 李克強政府的公共報告裡面 就沒有提到香港這三個中心的地位和優勢的問題 這也是讓我們覺得對未來真的要保持審訊的態度 尤其是根據統計說過去一年香港減少的人口 是達到62,000人 但是這個數字裡面是不完整的 因為眾所周知我們香港每天是會接收150個名額 來自大陸的單程通行證的移民 一年下來這裡就有5萬多的淨流入 但是現在香港是淨流出6萬多的 證明了過去一年當中 香港淨這個內移的人口是超過11萬以上 所以在香港原先說750萬人 現在已經是逐年減少 那現在在香港人才外流 資金外流 對我們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行運中心的地位 是非常之不利的 那我希望這個中南海 這個引起中央涉港系統 這個香港特區政府 要好好地冷靜地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香港近年來會走下坡呢 為什麼香港裡面一國兩制這個前景 在很多市民的心中看來覺得是名處實亡 或者是很多人覺得這個一國兩制裡面 是逐漸對變為那個一國一制呢 為什麼裡面來講 國際社會已經是將香港視為內地的普通城市 這種看法是越來越廣泛 越來越普遍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關鍵就是要完整地 準確地去執行貫徹那個基本法 是吧 完整地 準確地去回到那個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初衷 我們請離開 我們請求新約三個月 我們請求新約六千塊 我們請求新約六千塊 我們請求新約五千塊